嗆嗆三人行 这个是一年2010年这个即将过去 2011年已经到来 反正就是两位老一岁了 两位这个一位象征智慧的光头 一位象征美女的美女 咱们就说说流年 元月老兄 你掌管的是这个零点这个民意调查 咱不为自己 您给我们报道报道 就是2010年老百姓 你们最近做什么调查 就是我们让老百姓盘点2010年 总体的一个感受是2010年 是比较郁闷的一年 如果我们把2010年跟过去的几年中间 包括跟08年那个 就是金融危机爆发那年比较 它的满意度都是一比较低的 那么这个满意度突出的表现 第一是物价对它的刺激非常大 而且这个物价直接在 比如说农村和小镇地区 已经到着有将近一半的居民 它考虑说明年是不是应该 要无尽钱袋子消费 所以它是影响到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在这个物价往上涨的时候 同时它这个收入是感觉是贫中有降的 就是它的一个感受就是收入是没有提升 收入甚至是受到挑战 特别是有四分之一的老百姓 是觉得它的收入是有趋降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时候我感觉物价往上涨 收入是贫的还有点降 那种减刀差 导致他的心里感受就比较有问题 那么所以今年是物价应该说是突出的表现在 影响老百姓看经济形势的一个因素 除了这个之外房价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甚至我们说到这个说许教授说 为什么北京制度不用这个市场 北京制度如果你用市场的话 再把一个停车价再往上涨的时候 老百姓更觉得你动不动就什么东西都涨价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现在价格变得非常的敏感 你知道前一阵子不是发展委推一个间梯电价吗 间梯电价 就是说说你们家用的电呢 如果在某个水平之下那就不涨 如果用的多的话呢让你多一点 其实本来是挺合理的一个东西 但是后来因为它也涉及到价格 你看这一阵子就不说了 所以现在只要说到价格就非常敏感 不管是合理不合理 只要涨老百姓心理上就感觉到 怎么百物腾贵怎么什么都涨 它就变得非常的敏感 所以我就明白了 怪不得他们这个就是政府的这个两难 他们搞经济的老在说什么市场经济 用价格杠杆 但是问题在于另一方面的这个民 这个这个民感觉到的是 你任何东西只要一用价格涨上去 这个就讲得到的说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 不完全是同一个东西 老百姓有的时候他被因素刺激 他产生会有普遍的恐慌心理 我觉得涨价吧 就是说他一定要有个基本的原因在 像今年开冬的时候讲说 今年可能会是世纪大寒 然后因为那个鹅绒啊 什么千年极寒 千年极寒那为什么鹅绒它的成本涨价了 所以今年买那个鹅绒可能也会涨价 我觉得这个理由这个原因 最大的理由不是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这种供需的问题造成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国际的整个热钱到处流动 它在这个其他比如说股市不好炒 因为中国的股市是相对封闭的 那么同时房价政府在调控 所以它主要可炒的大概黄金是可以炒炒的 除了这个之外 然后它没得可炒 所以它去炒大宗商品 所以今年的这个物价波动 这个就是资本 内外资本都去炒这个大宗商品 它跟以前是因为说 因为要大家都要穿衣服 然后然后容不够 容价上升 其实这个呢 是一种合理的市场波动 而这个大家如果去炒 把大蒜炒得很贵 然后炒花炒 辣椒炒得很贵 把糖炒得很贵 它一个一个炒过去 然后把乌乌王八都炒得很贵 明白吗 它把市场的价格 所以它的成本提高了 我觉得它的那个 那个羽龙服涨价 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 也可能是合理的 但是你知道最近不是那个 咱有两著名的这个白酒 茅台啊 不是之前五粮业先涨 五粮业先涨 后来茅台也跟进 而且一涨涨20% 然后我就想那什么原因 粮食价格 你知道它不是 它还不是说粮食价格 上涨 它说为了要符合我们消费者的身份 品位 所以我们必须把价钱抬高 这也是一种营销方法 但假定是假定你物价往上走 我的收入也跟着往上走 那么这个其实它这个字幕有个冲击效应 但是如果是物价往上走的时候老百姓的收入其实尤其站在普通工型组的角度来说 它的收入生长是不明显的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经济中间的活跃度很大一部分 实际上是这个投资拉动的大型建设 它跟普通人的这个收入之间的关系比较有限 就是说这个中国是个发展很不平衡的一个国家 你看我现在已经见到有的人就是爸爸要放弃 你就咱们很难想象 爸爸要放弃每天的一个苹果 就爸爸原来每天要吃一个苹果的吗 但是现在呢 为了让孩子能够每天吃两个苹果 就已经涨价涨到涨到这种程度 可是另一方面 怎么全世界都觉得最有钱的都是中国人呢 你们这个圣诞假期减价啊 你知道我在香港看到 包括美国 包括美国 我跟你讲 包括巴黎 尖沙嘴 好家伙他们只给我看 排真的我见着排队了 现在买什么LV啊 或者买什么Prada 这已经凹了 全是大陆游客 在什么那个 游客是不是有个牌子叫什么 爱马士 他们说现在你们都买这个了 对吗 我没有 反正是最贵的一个牌子吧 哎呦 真是就是电只能容这么多人 其他人在那排一百多米长 里边卖完一波 又进去一波 全都是我大陆同胞啊 那你说 他是他们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吗 他是这个社会 实际上是一个两极 两极话 我们现在看到的 你比如说我们 我们从普通老百姓 无论进城的民工 和普通的打工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企业 所谓的叫做在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是什么意思 产业升级了 原来那些工人不能简单的升级的 所以这个时候意味着产业升级以后 对于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 或者是某一些群体来说是受益的 但是都有很多人来说你产业都升级了 但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希望你有更多的机会机会 或者在原来的普通机会机会 他把他的薪水能够涨上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的机会就是不够 但有的地方 比如像北京 其实我们北京 像这个总工会啊什么的 他就通过积极通过机体谈判以后 比如说这么把保安的工资算出来 然后说你要提高他的最低薪水 然后这么把那个家政的算出来 他实际上的收入是多少 他明显的比如第一最低工资了 或者把这个群体的最低工资来提高 但是呢 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大部分人想工作的普通的工薪阶层 他面临着国家整个产业升级的这个要求的时候 其实他既不能增加就业机会 同时在原来的就业机会上 不能够增加收入水平 但是你的物价往上涨 那我就有问题了 我不涨钱 他换涨物价 这个水平不能成熟 说实话 文涛你就是你说你涨不涨钱的 你涨了一点钱 可能有点压力 但是对你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 但对普通的工薪主来说 他立马就能赶到 而且今年呢 就是说他们讲啊 就说是你要真说涨价水平啊 2008年也很厉害 但是呢 为什么就像你们这个调查 2010年成了这个就是群众生活满意度 好像最不高的这一年 就因为啊 涉及到的这个比2008年涨价的范围广 而且涉及到的 你看咱中这些词 什么唐高宗 算你玩 算你狠 逗你玩 什么的 这些就是多个生活 必须贫 都涨啊 这个 你当然广美的生活 你很难想象了 你不了解 谁很难想象 因为呢 我觉得就是北京的高物价 是从我一般进北京来 我就有感受的 我就觉得为什么 首都的什么东西都比较贵 后来我还问朋友 我说那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有钱的消费群体呢 他说你想想看吧 你们台湾2100万人 就是说他即使所有的有钱人集中在一起 他的百分比 他的总量只有那么多而已 那你要想到在北京所有的有钱人集中在一块的时候 他的总量可能就超过2100万人了 没错 而且我就觉得现在啊 就是有没有人管穷人真是个问题 因为呢 商人的利益就是追逐利润嘛 我现在跟这些商人们在一起 我就经常听到的是什么 就这个东西啊 穷人永远不会买你的东西 他们做的都是一少部分人 甚至你看我 我跟一些商界的一些朋友 我就现在发现 他们根本不管穷人的 他们现在要弄的那种特牛的营销策略 叫定点营销 什么要定点营销 你比如他可能就是会买我这种化妆品或者什么什么保健品的 一个城市里 甚至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去侵犯人隐私买来的这种信息 对 把一个城市里的有钱人 我都不上什么电视做广告 我不需要 他自己有手机信息 我给他们不是办party 办party到一个城里 城市里 这个城市里有钱的人全来了 甚至抽奖抽宝马轿车 进行一天长达八个小时的活动 请很多明星连周转 他说的很清楚 就这个城市 我就真代金有钱人 穷人 射过他们 没有用 这个本来倒也是正常 因为针对不同的群体 有不同的细分营销 这个是无可非议的 但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原来我们考虑发展的所谓民生政策 他大部分是考虑什么 解决比如说养老 解决医疗 解决这个像失业保险 是解决所谓这个这些基本的保障 但是现在这个物价上升以后 可能对那个人来说 我是有养老金 我是有医疗保险金 我这些都有 但是他物价涨了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不再原来你见识的那个保障网的范围之内 没错 但他威胁到我现在的生活 那些东西实际上一定是将来的 而现在这个是威胁到现在的 所以这就给民生的这个政策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课题 那么你说这用什么方法呢 那你说给大家是发补贴金呢 你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当然如果对于像公务员或者是体制内的这个群体来说呢 那你他涨点工资 实际上他实际上是涨工资了 那么涨工资呢 好涨 但是问题是像比如说 即使用北京为例 百分之七十的员工是在私营企业工作的 涨不到他们的 那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就是随着市场随波逐流的 那涨了就涨了 这个物价涨了 他又涨了 我没办法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就会客观上会猝死了 这个那么多人愿意去参加公务员考试 那我在这个今年的这个地下里面可以看 我每年都做一个叫做职业声望和职业追求的这个 就是公务员今年是姚居第一位 大家认为最理想的职业 姑娘现在最爱嫁的 最为公务员 哎呀 要得我得改行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呢 也不要讲很多糟心事 讲讲个人感受 光美你看这2010年 我记得年初咱们在一块讲的时候 还说今年是什么年来着 今年是数什么的 今年是 虎年吗 今年是虎年 那就是说 你今年活下来感觉怎么样 今年活下来感觉怎么样 今年觉得特别快 你说特别苦 其实这都差不多 今年多了个身份 什么身份 太太的身份 对 贤惠妻子的身份 阔太太的身份 你别这么讲 我今天就知道你肯定要听着这个 阔 没有其实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还要讲那个糟心事 我跟你讲那个物价上涨 它即使数字不上涨 我再跟你讲我深切体会的一个一件事情 我从离开台湾已经十几年了 我一直很迷恋台湾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台湾的公盐醋 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苏打饼干 所以我每次时间到了我就要拖有没有人回台湾 或者人家帮我寄过来 以前那个一枚苏打饼干 那个个头这么大 很厚 咬起来特别有感觉 前两天我又收到一批新货 它的包装变了 全部都是包装袋塑料袋 那饼干变成这么小一块 然后塑料袋 就是一堆一堆的塑料袋在里面 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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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账价 但是它饼干 大概明显少了三分之一 没错 所以呢 这个比账价还狠 我觉得 我跟你说就是包装 这个年代我就觉得这个虚头八脑的东西越来越多 要不说你看人家三联的那就是年度的这个什么汉字 涨涨 通货膨胀的涨 或者你说涨价 甚至它用来指啊 有些人的这种自我膨胀 就一切的都是在涨 然后呢 我的这个感觉啊 就是一年比一年喧嚣 可是一年比一年啊 这个这些大声工这些喧嚣的背后啊 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还是有一点东西的啊 我还是说也好消息 对对对 比如说啊 这个像今年的这个医疗费用 其实医疗费用 今年是老百姓感觉到在总的负担上面 觉得是有有有就是下降的 呃 大概有百分之四十几的老百姓觉得 你跟以往相比较 他到医院里去的这个整体的医疗费用的负担 是感觉跟下降 但也有百分之四十几的人说他没有什么感觉 你说他有人骂你了 没事 但是这就没关系 像以往他就大家觉得不明显的 呃 像去年的话他只有百分之大概十几的人 前年的话他就只有百分之七到八的人 认为是有下降的 但今年是显著的这个数字来增加 当然也有将近百分之五十人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甚至有百分之这个五六人说他还是上升的 那这个我们看到在这个领域的话 我们就是老百姓他在感受的时候觉得这个意思有所想象 再举一个例子 像环保问题 那么这个跟以往相比较觉得这个环保问题被重视的程度高多了 哇 这个就是说他各个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是政府开始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政治任务 无论是金人减排 这个包括排污这些东西 就是其实前几年的这个污染的发展在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演变成为社会不稳定事件了 因为他的污染排放到老百姓旁边老百姓根本没法活下去 但是这个问题现在正式的程度明显有很大的提高 所以这些领域中间我们看到的是有进展 但是呢在另外一些领域中间现在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这个问题啊 公共政治开始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不管你做左边的选择还是右边的选择 你都是有问题 举例来说 今年这个讨论这个房屋拆迁条例 这个拆迁条例意思是说 现在我们像最新的一个讨论稿就是说 不允许行政拆迁了 基本上要充分考虑到这个拆迁居民的需要 你通过谈判就会来解决 其实呢 他跟这个另外一组居民对于房价的期待是有矛盾的 对房价期待来说 最好你拆的快一点 成本拆的低一点 对吧 然后我们就不是有希望就可以稍微便宜的住房吗 如果一个像我们有的地方这个看到了一些案例 他这个按照纯粹市场化的谈判方法解决的话 他的时间会延伸三到四倍 他的拆迁成本上升四到五倍 然后你说这房价能降吗 那显然就很难降了 那所以也就是说两组老百姓 一组是被拆迁户 还有一组是等待住房的新住房户 这两组都是老百姓 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有不一样的 这个使用一个政策 你说偏向这边这边不爽 你偏向那边那边不爽 我们会碰到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 他陷入到一个两难境地 今年我们很多地方建了很多这个垃圾厂 就是文烧厂 这是一种新的解决方法 因为以前垃圾填埋 填埋的疑患很大 但是垃圾文烧的时候就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谁都不希望你那个垃圾文烧厂 建在我们家小区方面 但是呢这个问题又要去建 谁都不允许建 垃圾房办 这就是我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 所谓的民生问题 它不是一个什么你干和不干 你干了以后老百姓多叫好 所以你干了以后这帮老百姓叫好 那帮老百姓说不好 对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路啊 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件事 人啊是这么样的挤 这么拥挤啊 每个人的利益 要不说就说总理什么心痛 我都替他心痛 我觉得实在很多事啊 你都觉得投鼠忌气啊 这弄一下 又把按一下葫芦扶起瓢 然后呢都管吧 又有人说这怎么能都管呢 什么大政府啊 包括你管的时候 怎么一个管法 现在我们过去有一些 比如地方领导人啊 说话呢 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他刚刚上任什么 话说的太满 他说完之后吧 其实这事他搞不到那么满意 因为你话说的很满 结果呢 多多少少也做了一些工作 其实人家对你就很不爽 为什么 你开始把大家胃口吊得很高 所以我就比如说像这个房价 房价到现在为止 老百姓呢 政府其实原来是说 医治少数地方的 这一些城市的物价 这个房价过快增长的势头 他是没说要让房价 往下降 但是老百姓的期待呢 是房价最好往下降 像我们总理最近也说了 他说有信心把这个房价 调控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这个合理总理说的合理 和开发商说的合理 和老百姓心里想的合理 老百姓中间那个中高低 不同的老百姓心里想的合理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总理说完合理这句话 心里都没有人在想 总理说了啊 你要达到合理水平 我心里 其实它是不容易达到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的这个利益多元化 落差会比较大了 这真是利益诉求多元化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将要进入到一个 就是说一方面你看 那么多人想做公务员 另外一方面说实话 公务员要做到公众对你很认可 难度越来越大了 太难了 我觉得就是我要当总理 当然我也当不了总理 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欧派中国整体厨房标准的 奠定者创造厨房一体化 解决方案 整体厨房 我选欧派 有家 有爱 有欧派 所以他们讲北京堵车 我觉得北京堵车很有象征性 他这个简直是象征了 这个今日社会的这么一个情况 你看一方面就像你说的 每辆车都是一个诉求 这些诉求之间有矛盾 对吧 有大六有小六 然后呢 谁都不也不让谁 然后呢 你到最后就变成了 你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啊 你需要调动十二分精神 你需要变得特别聪明 有空你就钻 要不你就倒霉 对吧 你说你让 这一让 你就让出十万八千里 完全没有你的办法 要不呢 一个擦枪走火 就出事 就车擦撞了 对吧 而且就是这种 从整体上 从天空上 你不记得撞 还有人撞你呢 对 就是我觉得你看 他很象征今天 中国的这个情况 节奏很快 然后这个 大家有着急 大家都着急 因为谁也不肯等 都对机会 这种竞争性都很强 然后呢 其实对机会的 把握的那个技能呢 都不是很成熟 所以呢 他的摩擦率就非常的高 我就觉得就是 真的是争先恐后啊 就是每个人啊 他现在有了一种心理 他们讲啊 就是都跟美 每个人讲 就是说这中国人 北京人开车 跟我们习惯 完全不一样啊 就是你要并斗 一打转向灯啊 背后那人的反应 美国人说你停啊 你们这踩油门啊 就唯恐让你爬了我的头 怎么着 我也得先过去 前两个月 好像在国际间 有一本非常著名的 那个杂志的封面 他封面的title写的 就是全地球最着急的人类 就是中国人 然后他还附了一张图片 就是有一个 穿了一个裙子的老太太吧 正在翻那个 马路那正中央的 那个很高的那个围栏 咱真有这么着急吗 我觉得这个跟信念有点关系 就跟内心的这个信念有关系 那我们其实有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说现在老百姓信什么 你知道有40%多老百姓 说什么也不信 然后30%多老百姓 说他相信命 还有30%老百姓相信运 就是真正信这个宗教的老百姓 大概就是20%左右 那大部分的人呢 就是要么什么也不信 要么就相信你命运 这样的东西 但相信钱的 真正 他这个钱不跟这些东西 不跟超市这样的 不简单的意思 但是有人 但我们来问他问题 说你真的碰到了事 你觉得谁最可信 最高的相信自己 只有自己最可信 然后家人 他没有第三者 所以我们就有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全国 这个今年 其实中国社会里 有一个新东西 就是各个地方都开始建设 所谓叫幸福城市 我们要什么幸福城市 对啊幸福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幸福 我们研究一下 这个幸福中间 有三个关键因素 我们很难做到 第一 幸福你首先要 医治自己的命运 这个命运 没有限制的一个机制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第一次所谓幸福的地方 不论者 愿意到 谢谢大家 再见